哈喽 哈喽 我赶在最后一分钟做live ok 来我们看一下 线上的粉丝 今天做live的时间好迟 但是 今天还是没有miss 才是有做live的 因为说过每天都要做live 我们不可以miss你会走吗 ok 我不会啊 你自己开外散 你自己看清楚怎么做 ok 大家晚上好 ok 这么迟的接近12点的时间 现在我们刚刚回家 现在路上今天参加了两个活动 一个是IOI Mall 那边主办的活动 在那边有演讲 现在在车上 所以灯光有一点暗 可能你们看到我有点恐怖的感觉 但是因为我要赶在12点之前做live 不可以破我记录的 ok 所以啊 这个 这个promise一定要做到的 ok 大家晚上好这时间还没有睡觉啊 那刚刚第二个活动呢 就是在富贵主办的 在南方学院这边 有一个跟我的师傅 有一个跟我的师傅 黄司令老师一起做的 这个流年运程 零遣喝水的这个讲座会 所以我们做完的讲座会 大家就去喝一杯茶 那现在就回啦 所以时间刚刚好 还没有过12点 ok 嗯 看不清楚 车在走 今天驾新车哦 今天我的助理驾新车 ok 今天我们驾的是 Jagua 今天我们做新车 ok 看不到清楚你的comments 因为车上有点暗 ok 就跟大家交代一下 今天的这个日子过得很充实 因为今天可以算是挺忙碌的一天 ok 一直摇换了 把他抓紧一点 ok 那么 嗯 希望每天都能够这么充实 今天也见到好多的粉丝 很多人都很支持我 嗯 有来听讲座会 有来找我拍照 签名等等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 有很多粉丝 然后发现到很多粉丝都是女性 所以这是 我也蛮喜欢的 我觉得蛮好的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不一样 好像女人当自强 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 要有自己的想法 要有自己的目标 嗯 当然 做个独立的女性 肯定是 不错的 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ok 那 嗯 在我的粉丝圈里面 我也发现到 也有男性啦 可是男性比较少一点 大部分都是女性 所以你看我每次做直播的时候 comments的 或者是 写一些感言的 很多时候都是女性 那也许 也有很多男性吧 可能男性不大会写 或者比较含蓄 不大会表达 可能会有这种状况 都不知道 ok 我们走出来大路了 刚才在 Imbian Amas这边 所以现在是回家的路上 因为有一点夜了 小心驾车 看车一下 ok ok 我们看一下什么 comments 今天其实蛮累的 因为去两个地方 那么今天也见很多人拍很多照片 所以有时候到了年尾的时候 就是说 现在算年尾了 如果新年还没有开始的话 我们以农历的节日来说 现在是年尾的时间 那年尾的时候 然后空谈都是属于一个比较能够回馈的一个好时机 所以为什么我会做这个粉丝回馈大会 我会做这么多关于这种回馈的活动 还有就是分享一些来临这一年里面你们要注意的东西 所以线上的粉丝们 所以我觉得 年尾到年头 大家都要特别关注关于自己的运程的 还有自己要开运的方式 还有就是流年的这一些风水 所以这些资讯 现在资讯很发达的时代 科技时代 所以很多东西 你都可以通过网络拿到这些资讯 但要善用你的资讯 然后去了解 它能够帮助到你什么 然后就可以好好的去做自己的开运 为来临的这一年里面好好做这个 这个一些策划 ok 我们看一下大家有什么comments 还有多人在线上 400多人在线上 还没有睡 这么夜了 明天不用做工吗 今天星期几 星期一 星期天 今天星期天 明天星期一 所以明天 明天要做工 这么夜了还没睡 明天怎么做工 ok 今天就不要讲的太多 因为一方面在车上也挺摇晃的 就跟大家报道一下 因为每天都要在线上报道一下 然后一天没有上线 感觉好像我也温身不舒服的感觉 ok 你们还有什么东西想聊一下吗 ok 助理驾车了 我不用驾车 所以其实还我还ok的 我还ok的 可是车很摇晃 我为什么看不清楚你们的comments 看到三个爱心 前面的字全部看不到 ok 昨天的这个我跟那个新闻主播陈佳荣老师 一起做的包一把粉丝回馈大会 就是起码还蛮成功的 因为看到很多人的留言 那今天早上我就读了好多留言 那在很多留言里面都是很正面的 都是说学到很多东西 这我觉得当我们看这些留言 我们也会觉得很感动 会觉得很好 起码这一年来的努力我没有白做 那我都一直在传达一些很好的资讯给你们 那很多人都从中获益 还是 不知道你们写的comments 是不是真的还是偏捏造的 但看起来好真实 尤其是有些写到自己的运势不好 那学了几招过后就开始有改进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 对我来说这是善事慈善的一种 因为这种方式 其实我教的东西都很容易 所以你们写个几招 其实能够帮助到你改变人生 改变命运这样子就很好了 那么很多人是因为可能习惯看到我了 所以每天看到我的直播 感觉像像看一个节目的感觉 那一天可能没有看到就很不习惯 可能我太迟做直播 你们有会担心 所以你要相信我绝对是每一天都会做直播了 OK 赶在12点之前 OK我告诉你 OK 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超过500个人在线上了 那么 这么夜了出门其实就还好有助理 不然的话也是挺危险的一个女孩子 今天我觉得很高兴是很多粉丝找我拍照 我最喜欢听到的一句就是 真人比在面子书看到直播好看多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很多时候我们拍的照片有edit过有整理过 每个人会看到你真人的时候讲 哎 这么跟照片差这样远的之类 你蛮伤心的 但如果跑回来讲 那就感觉上还蛮好的 OK 很多线上的粉丝可能只是每天看我的直播 也很多人没有看过我真人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活动我有出席的时候 也欢迎你们跟着一起来 那大家可以很近距离的看看我 我也能够很近距离的看到你 你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每次你有comments的 有时候我会翻回去看 那有一些粉丝在今天会跟我说 哎他是哪一位 比如说刚才有一位他讲你知道我吗 我是Emily 我就这样 我知道你 因为每次我看我会注意到一些comments 然后是谁 其实我记忆力也蛮好的 很多时候很多我都会记得 尤其是很感动的很特别的一些comments OK 那么在来临的2月4号 在立春的这一天 我本身就会去到我们新上的树档皇宫那边做立春开运 所以在那天你绝对绝对可以看到我的 OK 所以我也很鼓励 新上的你们一起去那边一起去做开运 因为好的东西我们就大家一起做 OK OK 或者是你来我的店 你也偶尔可以赚到我 虽然我不大确定有时候我是在总行还是在分行 因为我两间店 可能就碰碰易去吧 有些时候我也经常出外面的在外地 所以未必有一直在店 那接下来我有一个计划 我想在 因为我发现到我很多支持者很多粉丝 是从基隆坡下来的 那他们特地从基隆坡下来 只是只是只是来跟我买水晶来找我算命 那我觉得很辛苦 那太多了基隆坡的粉丝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我会考虑开一间分行在基隆坡 只是在地点方面我还挺犹豫的 我不知道开在哪一个地点 所以我可能要需要研究一下基隆坡的这个环境 还有就是哪一个还是现在目前比较旺的地点 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你们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如果我把店分行开做一间在基隆坡的话 你认为的 旺的适合我做生意的地点 你们给一些我的建议 OK 那我的生意当然我一直希望能够北上 基本上在新上我有两间店了 那在新加坡我也有一间店 可是不做门事的 OK 那接下来我就慢慢北上 OK 所以给我一些在基隆坡 做门事不错的一个地点 然后华人人潮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OK 看不到 还是很多comments 真是很很抱歉 我看不到几组一车一直在摇晃 加瓜车的内部在晚上还好 看一下 你不会走吗 这里玩 嗯 就这个样子 OK 基本上它还是用这种传统的 传统的钟 还是用这种传统的钟 给你们看一下 OK 嗯 坐起来还蛮舒服的 我很少坐 今天是第二次坐罢了 第一次坐就是从基隆坡 我把车驾回来的时候 我驾了第一次 然后今天是第二次 OK 因为这车基本上又残又大驾 不大方便parking 所以又有点担心 所以就放在家里 白美 出门还是驾我自己比较习惯的包 啊 没什么线在这里 因为我们走一些小路 工厂区的地方 嗯 short cut来的 那这一带都很暗 嗯 一个人走会有一点危险 OK 小心点 OK 嗯 好了 我看今天的直播就快速的结束 你们呃 不要看得太夜了 赶快去睡觉 明天还要做工 我明天也是要做工 OK 嗯 今天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一天 也非常高兴 也学到很多东西 也看到很多粉丝 所以 尤其是在IoI的那个时候的粉丝 哇 实在是 多到 那我们觉得很感动 很感动 所以非常感谢粉丝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 那接下来新的一年 在这2018年 我会做更多更多的东西回馈给大家 帮助大家 那你们在来临的这一年充满希望 然后自己掌握一下自己的运势 改变自己的人生 OK 人生不只是活的这么简单 所以能够把自己的强项发挥出来 然后把我们的弱点全部给给补救进来 或者是给改掉 这里吗 OK 那是最好的 OK 这就是我每次很强调 做人 我们应该做到这样子 人生就活那么一次 所以好好的过 好好的活 OK 那今天的这些直播简单的就讲到这里 OK 先上等你们早一点睡觉 晚安 拜拜